中国近年相当着重官媒在海外的宣传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BBC报导指 中国政府透过官媒等机构在海外开展重大主题宣传和搜集境内外渔情 每个项目的预算数以百万元人民币计 从中国政府近年的采购公告来看 外交部、网信办等政府机构多次将涉高额经费的海外宣传 与舆情搜集的项目授予官媒 人民日报去年就以约488.6万人民币得标网上重大主题宣传 今年再以580万人民币得标同一项目 不仅如此官媒还负责跟踪与汇报海外舆 提炼及汇编信息向外交部新闻司提供报告 环球时报今年就得标此项目 报导提到有分析指中国官方宣传传统是饱和策略 利用每个可能的宣传渠道来影响国际上关于中国政治议题的舆论 另有分析指出官媒对账号粉丝量的硬性要求是对内政绩工程 至于在海外社交平台上隐藏官方身份 是为了提升宣传的公信力尽量降低外界对官方宣传的警惕 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对于川普要美气寻找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 发言人耿爽回应相关提问时称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内需已经成为成长主要动力 发展运筹空间十分宽广 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与世界各国建立紧密联系 闪转挪腾空间也十分宽裕 根据中央社耿爽表示 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更像政治口号根本不务实 就算真的发生这种事自然也有别人来甜缺补味 到头来受损的还是美国 他同时指出与中国经济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 与世界脱钩与未来脱钩 奉劝美方切勿意气用事务必三思而行 耿爽更强调川普宣布加征关税严重违背大阪会晤的共识 中国根本不怕威胁恫吓 美方若执意以关税打击中国 中方也将坚决采取措施来回应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石英宏 日前发表评论指出 他对将美国总统川普视为商人 可以与他做交易的说法感到忧心 综合港媒与中央社的报导 石英宏表示川普总是阶段性的集中在一场战役上 战略主动权也总是在他手上 不管输赢为何 中国必须适时在中美贸易上做一些让步 但前提是两国谈判必须是平等的 且体现相互尊重 而且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 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 他同时指出 如果不大幅增加中国对美进口 并且扩大美资准入 这场战役根本结束不了 中国应实行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 用未来五六年的时间进行战略的适度收缩和贸易政策的调整 让世界主要国家回到对中国有深层误解与敌视之前的相对松垮状态 由于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影响香港的经济和企业获利 大型野村证券今天下调MSCI香港指数评级 自增持调降至减持 香港正面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衰退 综合去亨网与东网的报道 野村的研究报告指香港的紧张情势正侵蚀该地零售 旅游房地产及企业获利的前景 香港经济及亦受到贸易流动的影响 而人民币贬值亦将不利以人民币发表业绩的公司 但以港元计价的股票 尽管在港上市的股票估值看似有影响力 但盈利仍有下行风险 此前大摩也已在新发布的策略报告中 下调MSCI香港指数致减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脸书专业的投贴 25日更新为笑容消失的照片 反而招致网友一片中怒 更酸言酸语地表示 有时间换投贴不如做实事 自由电子报报道 林郑月娥24日在脸书发文表示 大家都累了 她不期望对话能够轻易解开死结 但持续抗争并非出路 她强调经过两个多月 大家都累了 可否坐下来谈一谈 不过这样的喊话 似乎没让港人领情 不仅有将近6万人按下愤怒表情 还涌入7万则留言 昨天林郑月娥又换上表情严肃的新头贴 脸上笑容尽失 更让网友爆气 甚至有网友指向游心声 转向不如去做事 继24日有记者拍下香港示威游行之后 有民众以网球拍回击催泪弹的瞬间后 今天又有网友分享昨天 全湾街头民众以羽球拍回击催泪弹的影片 引发网友热议 综合苹果日报与自由电子报报导 从脸书粉砖创作连线 Creator Union发布的这段影片可看出 抗议民众将催泪弹当羽球回击 拿着羽球拍轻松挑起地上的催泪弹 打回对面的画面 让网友不禁较好佩服 还有网友回应说 淘宝以后应该静卖羽球拍 高手在民间羽球高手 参加下届奥运等 日前中国突然以加征关税反击美国 有学者分析 中国一改过去被动式回应 可能是为了转移国内对香港抗争的注意力 央广报导指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表示 中国已经做好贸易战长期抗战的准备 谈判策略开始反手围攻 也是为了争夺主导权 另外也可能是为了转移国内对香港抗争的注意力 因为若是一直不回击美国 会让国内老百姓认为习近平太过软弱 他同时表示 中美两国互加关税基本上已经走到困境 后续可能引发科技战和货币战 如果造成中国资金外流 若整体效应蔓延至整个亚洲 也可能引发另一次金融危机 美国知名对冲基金大鳄 海曼资本创办人巴斯 25日表示 若中共真的出兵香港 美国会有一系列惩罚措施来制裁中共 自由电子报报导 巴斯在推特表示 如果中共真的出兵香港 美国会制裁中国的银行 切割华为与中心 并将中国留学生遣送回国等 用许多措施来束缚中共 最后中国的钱会就此耗尽 此外巴斯也建议 任何在中国或香港投资的跨国公司和金融相关公司 都必须考虑可能的风险 毕竟有可能无法将资金撤出中国或香港 美国著名量饭店 郝斯多以高CP值和完善的会员制闻名 中国第一家分店将于27日在上海举行开幕 不过中国媒体的报道焦点 都强调郝斯多特色在于食品开封后可以退货 综合自由时报与今日新闻的报道 目前郝斯多上海店已经累积超过万人会员 郝斯多表示电子商品90天内均可退货 食品开封后也能退货 且在会员卡到期之前 如有不满意的地方均可申请全额退还会费 报道指郝斯多亚太区总裁张四汉表示 郝斯多给民众最大的吸引力是最便宜 百货类商品均以市价7成至4成售价卖出 食品单价也都有折数 不排除日后还会拓展其他分店 不过许多网友对于中国郝斯多 竟能让会员开封后退货均感到不可思议 佩服郝斯多不怕倒闭的勇气 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66架F-16V的对台军售案 最新消息是台湾渴望在12月底前与美方签署发架书 而这66架战机呢 未来拟部署在台东制航空军基地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中央社报导 台湾军方人士今天表示 上周已将特别条例草案送至行政院 待蔡英文总统公布之后 预计立法院本会期通过 渴望在12月31日前与美方签署发架书 全案就能底定 不过事实上美国此举已激怒中国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在接受福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美国并不是第一次向台湾出售武器 当然也不是第一次出售F-16 所以他预计对台湾的军售会持续下去 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名的司法部长候选人 曹国丑闻传声 自由电子报引述韩国时报报导 曹国不仅利用关系 让女儿走后门进入高丽大学 还抓住金融风暴的机会 大幅投资增加财富 还以低于市价许多的价格 在首尔购置两套房产 他曾痛批精英高中夜间补习的做法 还批判高中生都以医学院为志愿 结果自己的两个孩子全部与他的说辞背道而行 据悉尽管仇闻传声 曹国仍抱怨不明白为何自己会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 并且仍拒绝放弃司法部长候选人的身份 强调自己会在听证会上解释所有问题 报导也指出 届时曹国若真的上台 恐怕会影响文在寅在年轻人族群中的声望 美国总统川普在G7峰会上表示 对于贸易战他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他并在推特中援引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称此法赋予他要求美气离开中国的权利 不过中央社报导两名白宫高层官员表示 尽管总统有权强迫美气离开中国 但要不要行使此一权利是另一回事 报导指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同意川普有权的说法 但也表明现在还不是这么做的时候 不过川普政府中的一些强硬派 一直敦促川普动用此一法案 但若真的用此法限制美气在中国的投资 将会殃及一堆美国企业 财政部长姆努钦则表示 川普总统想说的应该是让美气开始考虑撤出 美气应该在与美国进行公平贸易的伙伴国家经商 库德洛也表明美国有这样的权利 但并非当下就要这么做 不过美气应该考虑将业务和供应链移出中国 美国总统川普经常异想天开 并有惊人之举 苹果日报引述外媒报道 川普曾在多个场合提出用核弹阻止飓风登陆的想法 表示在飓风开始在非洲海岸形成横渡大西洋时 可以考虑在飓风眼投下一枚核弹来破坏结构 报导指川普好几次提及轰炸飓风的构想 让相关人员深感震惊但提议从未进入正式决策程序 不过报道也提到1950年代艾森豪政府有科学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但也有专家表示这样的想法很危险 也需要考虑释放出的辐射污染 川普过去常因天灾失言遭到外界批判 他曾公开表示2017年马利亚飓风造成的死伤 不及卡翠娜飓风带来的真正大灾难 印尼总统几年前就因首都雅加达过度拥挤 且面临地层下线危机而计划迁都 经多年的研究 印尼总统佐克威今天宣布将迁都 至婆罗州岛的东加里曼丹省境内 综合自由电子报与港媒的报道 新首都距离原本的首都雅加达有约1300公里 预计将耗资约330亿美元建设 19%的费用由政府出资 其于交由公司合作及私人投资 最快2024年进行搬迁作业 报道指雅加达是印尼最大城市 但因长期缺乏都市规划 加上面临诸多自然灾害 地层下线速度相当令人担忧 东森新闻报道指 印尼目前有超过1.4亿人居住在爪哇岛 除了地层下线之外 也面临人口过剩 交通持续恶化等问题